时光长河,岁月流转,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长廊,探索历史的种种奇迹,欢迎定岳胜历史。 古代朝代更迭,地位更替的现象十分常见,而每一次政权的变换都往往伴随着鲜血和朝臣的变换。 人们常说,一朝天子一朝臣,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新皇上任。 人们最重要的就是稳固自己的地位,而一些前朝的臣子不能很好地被任用,也就会被新皇用一些理由取掉官职。 但是,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,位高权重,被百姓称为圣人,可皇帝却没有感到威胁。 不仅如此,他先后侍奉的十一位皇帝对他更是赞不绝口,这是怎么回事呢?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,想要及时获取最新视频,请点击订阅按钮,订阅圣历史。 我们将会准时为你带来有趣的视频内容,期待与你在油管频道的互动。 言归正传,他就是一代名相冯道,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大臣。 著名历史学家蔡东藩对冯道的评价是极低的。 太师冯道,最好老成,实最无耻。 冯道是个著名圆华的人物,实是老奸巨华,然而相比于史学家蔡东藩的极低评价。 生活在五代的百姓却对冯道非常的赞扬,甚至被视作圣人。 当时只是吴贤鱼,既养道为元老,而喜为之称裕。 冯道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代,到底有多混乱呢? 在五十三年中,光中原大帝上就出现了五个政权,换了十五个皇帝,平均每三年半就换一个新皇帝。 这个乱世充满了刀光剑影,皇帝们大多是出身航武的武将,各方势力彼此混战不休,征法不断。 冯道出身在一户朴素的耕读之家,从小就十分喜欢读书,哪怕窗外大雪纷飞。 他只手捧书卷认真研读,丝毫不受影响,907年是唐朝灭亡的时间,那一年冯道二十五岁,被幽州节度使留守光,叫去做幕僚。 按照常理,封建时期的文人应该最看重自己的节操,正所谓一身不能是二主,但冯道却是历史上的一朵奇葩,他最开始投奔的是幽州节度使留守光,留守光兵败后,冯道投奔金王李存旭,李存旭建立后堂,冯道就做了汉林学士,户部侍郎,后来李存旭被杀,后堂名宗李四元继位,冯道被他封为宰相,河东节度使石敬堂拉拢起单。 灭了后堂,建立后晋,冯道接着当后晋宰相,契丹早就听说过冯道的名气,石敬堂重拢冯道,将出使契丹的重任交给他,契丹灭后晋,冯道便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臣,后汉,后州两朝,冯道照样八风吹不到,担任了太师,中书令等重要官职,前前后后加起来,冯道辅佐了后堂庄宗,后堂名宗,后堂闽队, 后堂末帝,后晋高祖,后晋初帝,后汉高祖,后汉隐帝,后州太祖,后州世宗,辽太宗,共计十一位皇帝,恐怕苏秦到了他面前也要自愧不如了。 更神奇的是,冯道居然是善终,而不是像苏秦那样被刺客杀死,为什么冯堂能够得到多位皇帝的重用,而没有引起猜忌呢? 这竟然和他的部中有关系,在五代十国,如果你想做一个政权的忠臣,那你的寿命也就五六年,而冯道放弃了做忠臣,而是做乱世之臣,虽然冯道一生侍奉了多位帝王, 但是他始终心系百姓,而且他为官清廉,经常接济难民,除此之外,冯道喜欢犯言直鉴,虽然不讨皇帝喜欢,但是他的鉴言都是中言,他对天下大事的把握基本上丝毫不差。 这也是他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,明宗时期,连年丰收,天灾人祸也少,朝廷没什么事情要处理,皇帝便有所松懈,开始逐渐沉迷玩乐, 看出苗头的冯道及时建言,他向皇帝打比喻,他曾经在地形崎岖的山路,紧紧抓住江省,每一步都过得小心翼翼,等到了平坦的路时,便松懈下来,不再好好牵马,竟被马颠倒在地。 他用这件事,以小见大告诉皇帝,不要因为一时的清闲丰收,而松懈享乐,应该兢兢业业,更加谨慎,明宗经他一提醒,甚以为然,赶紧收收心,关注民间百姓。 冯道知道,战争最受苦的是百姓,所以在五代十国那种战火纷飞,朝代更迭快速易主的背景下,他尽力维护的就是不让战火波及无辜的老百姓。 后见王石敬堂对冯道十分信任,临驾崩时,在病榻前,将自己的幼子托付给他,叮嘱他要细心辅佐守住江山,冯道应下,却在石敬堂死后,带领群臣雍立他主为王。 因为他深知,幼子魏王必定会引起朝廷大乱,社会动荡,受苦的必然是百姓。 他在傲慢的契丹王面前,阿谀奉承,为自己招致一声骂名,只为拯救无数无辜的中原百姓。 历史上,湖人南下占领中原哪次不是白骨鹿于野,千里无鸡犬。 冯道这次就不是,因为冯道的功顺,契丹王心满一族,不再对中原动手,契节重要吗?重要,名声重要吗?重要。 但是跟老百姓比呢,这些在冯道心里都不急,冯道有着自己的理想,就是为了百姓安危。 冯道一生对得起天地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哪怕是在和平年代,一个大臣能够做到这样,必定能得到重用。 而在乱世,冯道还能做到这样,那注定他能够成为圣人。 那么,冯道怎么死的呢? 后周世宗柴荣决定效仿唐太宗御驾亲征。 冯道直言,陛下跟太宗皇帝不能相比,这句直言不讳的话,让柴荣大为气愤, 将冯道撇下,派他去从事开山建宁的工作。 不久后,冯道便在任上定逝,得知此事,柴荣废朝三天,追封冯道为嬴王,嗜好文艺。 柴荣的举动显示出,他对冯道的相当尊重,尽管有些不满, 但仍然赞赏冯道的中职和才干。 冯道一生以连结自持,为人忠诚正职,他自评下不期于地, 中补期于人,上补期于天,并以孝于家。 中补国为自豪,在和平年代,这样的品质已经足够吸引人们的尊重和重用。 而在乱世更是难能可贵,然而,宋朝以后受中军思想的影响, 冯道被史学家持续抹黑。 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,司马光则将其斥为奸臣之游。 这种抹黑冯道的说法,实际上是以个人的政治立场来审视他的行为, 冯道之言,口无不道之言。 冯道之事,门无不义之祸,他的一生都是以实际行动去践行对得起天地, 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原则。 然而,这种恪守原则的人往往会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和指责。 冯道的生死可以说是他一生奉献的写照,他坚守原则。 不畏权贵,尽管最终激怒了柴荣,但也因此赢得了他的尊重。 冯道对得起天地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忠诚和正直的价值。 正是由于这种品质,冯道成为了历史上令人敬仰的人物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评价历史人物时,我们不能仅仅按照某些人对其的评价来判断他的品格和功绩。 冯道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忠诚,他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权力斗争,因此,对于他的评价应该更加全面和客观。 在学习国学的过程中,我们应该关注冯道的忠诚和政治,而不是被某些学者的主观评价所左右。 他的品格和行为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,他在忠诚和廉政方面的表现,着实令人叹服。 所以,冯道虽然在历史上饱受指责和抹黑,但他坚守原则,忠诚正直的品性依然值得我们赞颂。 他的故事提醒着我们,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,不论处于何种环境,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,守住良心。 无论是在和平年代,还是乱世之中,真诚和正义永远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准则。 冯道以他的一生,诠释了忠诚和正直。 他的故事激励着我们去追求真理和正义,永远如冯道一样,在天地,人心和自己面前不期, 我们应该以冯道为榜样,用自己的言行去践行忠诚正直的价值观, 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